D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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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這時候比較多時間 用熱隊掌聲歡迎Eden 跟Tlicia來讓我們來玩 D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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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跟他們在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就是跟他們有這個交集過的點區 那時候我們看一下 有多少沒有跟他們這個互動過 有多少沒有跟他們單補見面 網路上就算了 就是沒有單補的 跟他們面對面的 蠻多的 好 那很高興我們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想說 時間差不多到了 沒有啦 我們要例行公式 對不對 選擇不會有意思 我想說今天有這個機會 在選舉下個月是很重要的日子 所以我想說下個月在之前我們 教會的我們都聚在一起 把一些師父我們整理清楚 當然我們招呼到大神仗 不過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我們 也需要一些資訊跟資源來幫助我們 他們就是我們最好的資訊跟資源 所以我想今天請他們兩位 我們帥哥美女來到我們當中 那我就不用自我介紹了 不過我想說你們我們很快的 就跟大家介紹 他們很多人可能沒有聽過你們 就是可能沒有那麼認識 那我就期間很快的 就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好不好 我是Edan 然後我是AINEMS的 愛抱的主播 是男人 那是女人 我現在有兩個小孩 然後問題請 她很年輕喔 不要以為她沒有 她是結婚的 然後兩個 可愛的女兒 對不對 兩個女兒 也不年輕了 現在三十 八 要三十九 好 這十下我們為什麼很保養 好 等一下 Felicia 大家好 我是Felicia 然後我們有一個 YouTube的頻道 然後我們的頻道是 聖經價值觀的頻道 然後她是 已婚的 然後我單身 我沒有三十八 但是 不說多大了 好 所以 場下如果有單身的男性 或是 你有不錯的 好的基督組 我可以 知道了 好 那 我想今天來到我們 對啦 我這樣回到這 我怕時間 好像有點趕 我希望 能夠 能夠在這個段段的時間 我們上個月 我們做一個採訪 那大家有沒有想 我覺得 這樣子他們的 整個互動當中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 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認識 然後從我們的生命當中來學習 那我覺得是 我想 一開始呢 你們就來問一個問題 你們從事這個 這個AI news 我想是 應該是大家比較不會看好 不會不賺錢 我就來照你們自己說 對你們來講都不會 時常很多的挑戰 對你們的信仰都會有很多挑戰 還是還好 其實我覺得 做我們的事工 一直以來 對我的信仰是一個 信心的一個價格 我在做事工之前 我每次聽那個金谷 在那邊講 就是 喔 神刺給我什麼 我從來就覺得 都是在混蛋 但是 在做事工的時候 如果你去看我們的財務的話 我們可以公開 因為沒什麼好遮的 就是很糗 然後 我們每個月 我們需要支出的錢 都比我們的收入多 就是 我每個月都還給錢 照道理講 我們已經賠了四年的錢了 但是 我們的薪水都還是可以發得出來 然後 我們的事工 是一直在成長的 我們五月五步 多了一台電視機 然後我們五月五步 多了一台攝影機 有你 有你 你給我們的水機 然後 然後 有大 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人 願意來幫助我們 願意來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知道 現在目前的聲音是重要的 保守派的基因圖 在社會上面太平衡神明了 特別是在華人的圈子裡面 你看台灣的那些什麼 那個網紅牧師啊 那些名字我就不講了 但是 他們弄出來的東西 全部都只是打哈哈的那一種 你去看他們弄的東西 跟台灣的綜藝界的東西 其實差不多 我們弄出來一個就是 非常 也不是說嚴肅 但是是 聖經價值觀來去看 這個時代 其實是很缺乏的 然後就有很多的人 對你來幫助 我們這四年 我們還可以活之下 真的就是一個聖經 我覺得 我們 一開始的時候 我很害怕 我就想問怎麼辦 錢這個樣子 你看 拿那個 那個手機這樣子 你看 我們那個帳號朋友 他就跟我講說 有什麼好怕的 神都會給啊 我講 你信心給我 我 就真的就是在他所有的東西 神真的都provide 然後 真的就是會有人願意幫助我們 然後我們會無願無故接到一些工作 我們會認識到一些不同的人 我們每一次的 每一次搬家 每一次遇到危機的時候 我們都成長更多 神給你更多的機會 讓我們可以認識到 更多我們需要認識的人 所以真的是鼓勵所有的人 在真正的去做事工 如果說你要去試探神的話 你就是把你 今天的那個敬拜歌拍到 我當時做事工的時候 後面放的就是這首歌 就是我那時候說 主啊 我把你 我獻上自己的生命當國際 我的生命 然後習慣了一下 讀聖經 你發現就是 你要當國際的話 你是要十八個字 你是要完美的 你根本沒有資格當國際 但是神還是使用我 所以說 我感謝主 然後讓我給你這個機會 來去做這樣的事工 真的好 這不簡單嗎 這麼年輕要選擇這條路 我相信 就對你們兩個人應該是很有 看你們的節目當中 我覺得哇 很有創意他們可以走上 世界舞台 可能會走得更加的豐盛 我選擇這條 在這個黑暗的世代會主發 其實是一個挑戰 好 我就進入一個問題 我就給他們一個問題 我不好意思 我會算小潮 這個問題是其實很小潮 好 過去教會界都很怕打高政治 我想 在過去 在四年前 我覺得我們教會 我連政治事情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就是 就是講 就是做我們應該做 所以 過去呢 就是教會 一些不太講 真的是很害怕講到 可是你們在過去 這段期間 在過去的這四年當中 你們事工開始成立 就是為了喚醒 更多的 這些的教會 能夠警醒 那你們有機會 接觸很多的教會 跟牧者 那你們覺得 教會現今的情況 跟四年前的情況 你們覺得 是怎樣 你們覺得 有什麼 不理解 我覺得跟四年前比 是好非常多的 整個環境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牧者 就已經出來 站出來 我們之前遇到一個牧師 然後呢 我們特別去找他 因為他就是 L.A.這跟他很有權威的一個牧師 然後我們去找他 然後他就說 我們是保守派 心圖 我跟這個牧師也認識 啊 然後那個牧師就這樣 然後我在忙 你不要打擾 就是能離我們多遠 就離我們多遠 就後來這一次 我們拿了那個傳單過去 就拿來一個藝業傳單過去 給他 說聖經假之後 要怎麼去投票 他跟我們一起在那邊發 所以說 人的心思在改變 有越來越多的牧者 是願意站出來 有越來越多的牧者 真的是看不下去 越來越多的牧者 不是覺得 我們教會只要等越來越多就好 而是他們真的想要去做什麼 我真的是想要動用基督徒 還有教會的力量去做什麼 就是我看到的 然後在 呃 年輕的牧者方面 我覺得是有非常多的 反駁在那裡嗎 嗯 很多年輕的牧者 現在走他們 上一輩子 冷在的時候 就是 我們只要講愛就好 我們不要講羽毛 我們不要講鬼幹 我們什麼都不要這樣 我們只要就是 呃 大家開開心心的 我們可以去camping 我們可以去什麼 然後我們聚會的人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幾個都復興 然後呃 我們看到兩邊的 都有在 呃 方向都有在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這是我看到的 我自己 親身經歷的看到的 所以 呃 也差不多吧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 很多人 呃 大概在四年前 很多人會對於選舉的事情 吵架吵架 吵架 在二年二年的時候 然後又聽說有很多的教會 因為這個事情 鬧得非常不愉快 哦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我想 欸 這個人很困難嗎 怎麼會有一種事情 吵架 然後大家都誤 紅油的聖經 每個禮拜 逐日對我來聚會 如果你明白聖經裡邊的真理的話 這個對聚徒來講 不會是一個困難的選擇 可是為什麼會吵架 這樣怎麼樣 但是 在今年我看到 沒太有吵架 我沒太有看到說 這兩年我到底要選哪一個 是有一些政府 是說啊 我們還是 我要去參與 我們黨報就好 但是在今年我看到 有很多 原來說 只是黨報就好 他們真的參與 行動付出出來 所以 這樣的反感 讓我感覺到 哇很驚訝 哇 這個我真的是 因為其實 在四年前 我是真的提到 旁邊很多的教會 都對這些事情 就年輕的 跟 尤其是ABC 就是小孩 是在這邊 接受這邊的文化教育的 那他們的觀感跟教育跟 我本來想說 事情我們在講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像 白子的一隻聖經主角 我們要做什麼 要遵守什麼 我真的覺得 是很簡單的一個題題 你知道嗎 你知道四年前我還真的 被教過 就是真的吃了一 就好像被打過 你知道他 跟他還有不同的聲音 就是 而且 不是說這個聲音沒有流 他們可以講的很有理 那如果我們如果 沒預備的話 其實真的講得過 為什麼 因為 你沒有預備的一場辯論 你就真的好像就是 他講的數字 你講的道理 你就完全不知道 什麼去招架 這也是我下一題 會講到的 其實寫進的教會 面對到社會的 這個道德的綁架 其實是非常的 尤其幾乎 我們基督徒系現今在這個 整個國家裡面 他們動不動都講基督徒 他們不敢去講 別的什麼 什麼阿拉 穆斯林阿拉 不會去講一碗 這些的 他們都會跟我們基督徒來講 那我們其實基督徒好像感覺 是在這個世界 在這個社會 跟我們這塊 我們好像是可以 倒著綁架 那你們覺得 要給我們這些 在座的這些基督徒 有什麼建議 讓我們面對到這種 社會的意義的挑戰當中 我們要如何去面對它 這就是讀聖經 聖經真的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樣回答這些問題 我去打一個最簡單的議題 也是這次大選最嚴重的議題 我們覺得最 每一個基督徒要最認真看待的議題 就是墮胎問題 很多的人他們說什麼 墮胎就是女人的自由阿 女人的身體 女人要怎樣去使用他們的身體 是他們的事情 你憑什麼主持他們去墮胎 然後呢 他們會舉一堆數字 然後多少多少女人怎樣怎樣怎樣 他們墮胎怎樣 你如果不知道這些數據的話 你如果完全不知道這些 這些東西的來歷的話 你就會卡在那裡 你唯一能回答就是說 但是聖經你就不支持墮胎阿 那個阿什麼 那個大衛在這個母當中 在母屋當中就是這個樣子阿 耶穌在母屋當中的時候 就跟師騎約他 他們就是生命阿 那我們去跟不信的人 討論的話 他就是不信 因為他本來就不信了 所以說我們要怎樣去面對 這樣子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說 女人的身體跟孩子的身體 不是一個身體 女人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身體 小孩他要有權利去使用他的身體 你不能因為他在你身體裡面 就把他殺掉 然後生命的價值 只要沒有呼吸就沒有價值嗎 你在美國 這個你偷一個老鷹的蛋 聯邦中罪關起來 還可能被強壁 你在加拿大 澳洲你偷一個海龜蛋 它是生命 海龜蛋不是生命 老鷹蛋不是生命 但是女人在肚子裡 孩子在肚子裡 不是生命 這不合理 還有各位我相信有看過 那種科學雜誌都看過 在火星上面看到了一個 類似單細胞的化石 表示火星有生命 一個單細胞的化石在火星是生命 但是一個心跳在女人肚子裡 只是一團細胞不是生命 你要怎樣去回答這些東西 你要先想清楚 你有沒有怎樣去排解他們inks 用聖基的價值觀也是 還有用科學證據也是 我們要非常了解 我們才可以抵抗他們 就像圣经里面的先知一样 他们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画这个妈这个 阿王怎样 他是准备好 有神及代理属天的智慧 他才讲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要 自己准圣经 每一个答案 都在圣经里面 所有的答案 那我需要的东西 全部都在圣经里面 所以说真的要说 我想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 要做的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很多人可能来 因为你们是基督徒 你们持有比较保守的观点 所以你们是我们的体验 有一些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其实我们要明白 就是主耶稣被定在水的家庭的时候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不晓得 很多人他们是因为真的不明白 你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没有心情之下我也支持啊 你如果从中国大陆来 你就知道你在电视上面 天天看到医院的落财广告 就是一个女的在草地上跑 手里拿一个杀金 这样跑跑跑 然后一个男的把他举起来转一圈 你这一看你说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什么妇产医院 其实就是做落财手术的这种医院 那他这些广告拍摄的内容 跟他实际做的 就是一点关心都没有 那你在这样一个 被完全洗脑 甚至是你的妈妈 你的上一个 然后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手 这个身体虽然不好 但是OK 那这样的时候 当我们新的主持之后 其实我对这个意义上的 我的反差是很大的 我们刚开始做生公主 因为这是我们两个吵 吵一个打架 那个时候 那当然的 主要我吵下原因 不是说因为他讲的东西 我接受不了 的确是有冲击 但主要是我觉得他态度不好 所以类似从我想的符合陷阱 所以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如果有人跟我们意见不同 但是OK 非常正常 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神前 我们被世界的家庭 会洗脑洗得干干净净 我们追求世界上的金钱 你知道颜慕的情意 热体的骄傲 那个精神交集 很正常 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 撒旦的掌控下的环境里面 被洗脑洗成的样子 但是我们新的主持之后 神说怎么办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圣灵状 神的话我们一听到 就跟我以前认识的不一样 那不让你们一个百度 要前辈吗 我们先前辈自己 如果主啊 对不起 我不懂 求你教导 那你有这样一个前辈的心 你另住了神的话 比如说你再去看现在世界上出现 你就知道说 万君之以和马的看法 跟他们说的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时候呢 那当然去用爱心和诚实化 你不能说 因为说 哎呀 你不懂 你看你是多笨 你看我多痛 是吧 这个 这是一个骄傲的东西 真的真的不能有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 用谦卑柔和的方式 真的就是 他们真的不想有 那么就是 好好地 清楚地给他们讲 为什么 那很多时候你知道 呃 仇敌出来干嘛 仇敌出来杀害 欺骗 能毁坏 骑骗 他骗你吗 他把人骗的团团状 他真的可以就是骗 骗到就是 那个什么生命 不是生命 这个不是这个 那个不是这个 人真的被骗的团团状 可是感谢主 神的话说我们 脚强的 就是我们路上的不好 我们有灯 有光 有神的话 有没有生命的良食 我们就能够分辨 所以你也知道 人量很正常 因为我们吃了 分辨神就说的果子嘛 我们说 我不要神去分辨善恶 我要我自己分辨善恶嘛 所以我们就做了 非常错误的决定 就是我们称恶为善 我们称善为善 很正常 但是我们平时要有话语的装备 然后用这些话语的装备 我们去看现在的议题 然后用爱心讲出诚实话 把他们的带刀交回来 我想让他们认识到神的爱 然后我们慢慢就会了解 这里他们的心会被打开 阿们 真的 前阵子听到一段话 他说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 觉醒文化 中国的神 对不对 他说 The cure of it 就是 common sense 就是有一个正常的价值 关系就是最好的 医治的良药 那 那我昨天做 今天 我跟他前面 昨天看到一个 蛮蛮有趣的报告 他说 有一个transgender 就从变性 男的变性为女的 然后他交了一个女的 呃 女朋友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同性别 我就觉得 我说 那他干嘛变性 你知道 我到底听完你们懂吗 他从来就变成女的 又交了一个女朋友 因为他说他觉得自己是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同 那所以他自己 就是 就是他喜欢女的嘛 他就自己喜欢女的 然后他交了一个 就从来变成女的 女又喜欢女的 我就说 不过自己不太感 不过我们觉得 好像这就是common sense 才能够直 那个 不过真的这个 就是我觉得 我们现今的 就是父母亲 还有基督徒 我们需要面对的是 更多的人 就是 不只有谁的坏的 我刚刚对我 就在那边 就好像说 我们也需要有一些 这些世界上的 就是我们也需要了解 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就要 前那只有一些亲眼 跟我说 你知道吗 每五个女的 就大学 过五个女的 过胎 是因为每五个 就有被抢暴 我从这事物具 去哪里看到 我也很压抑 我说 哇 她很恐怖 你不要去上大学 因为五个走在路上 都被避免被抢暴 所以这些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 预备好 去面对这些的 回答的时候 我们就会调悟 对方的这个 他们 就是主流平 他们的一个陷阱 他们就 我们要 要去破坏 因为要爱 要去给他们 女人自己的 我们没有看到的是 有更多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 去在这个 尤其在现金的 这个资讯当中 我们要去找到 规格方式 来做对的回应 我觉得这是很需要的 所以进入到下一个问题 我也想说 其实我相信这里 有很多的年轻的 父母亲 或是女孩子 正在年轻的这个阶段 然后想说他们 其实很多在这个阶段 其实已经到了高 我说今天被洗得差不多 其实就是 他们说尤其私立洗 之前洗得更惨 那我觉得 那你们觉得我们的 这些 这些凤女小孩 如何更好的 坐着的桥梁 跟孩子 尤其我孩子是 已经总向是 左派的文化 那我们父母亲 要怎么样去 面对这个 情况 是要 confirm 就是跟他吵 还是 还是要怎么样去 你们都觉得这个 你们总共多 比较多的教会 看到教会的 父母上一代 下一代 还有上上一代 下一代 震套这些事 你没有什么进行 我 我是 现在从小就开始 洗脑我两个女儿 就是 欸 你就是在工作 然后呢 24小时跟爸爸在一起 然后爸爸的价值观 就是整整价值观 How the way Don't know Christmas 就是已经开始 直接洗脑我 我两个女儿了 因为 目的就是要有 圣经的价值观 放在他的脑子里 不是要他去做什么坏事 还是什么东西 但是 呃 在美国的华人 有一个非常 disadvantage 就是 常常我们的儿语的 英文是比我们好的 然后 呃 你看 就连教会一样 分成中英两个 两个汤 你中文汤 大家就是 英文就在说什么 其实 很少有主任牧师知道的 然后青年牧师在教导什么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就听过一个 就是青年牧师 就是上上去讲 哦 我们现在就要 要学 教会要在一个什么 就是social justice 我们要在意这些什么 同性电子什么什么什么 之类的东西 那 呃 我有自己的看法 因为 我有 有付我 我这个压制的问题 然后 我自己告告 因为我 我还没有一个 被洗脑的孩子 因为我孩子现在才5岁 他只有给我洗脑而已 我 我还没有一个 被洗脑的孩子 就是 我必须要去confront他 我只能跟那个人说 我能想到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带着你的孩子 一起得罪回来 你抱着他说 爸爸没有当这个好爸爸 妈妈没有当这个好妈妈 现在 我现在 我们两个现在在手面前 一起得罪回感 我们从现在开始修复我们的关系 重建我们的桥梁 我跟你一起 然后呢 一起读圣经 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 当一个父母千飞下来 跟孩子一起行走的时候 孩子是会愿意的 孩子看到我父母千飞的时候 他的那个权力是在那种地方的 那有没有那种高中生呢 就是 啊你要怎样 我才不听你的那种 那当然也是会 我还没有想到 要怎样 可以应付这一点 但是 我能想到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孩子一起认罪悔改 你越骂他 他跑得越远 他越去找他的朋友 他越解决你不了解他 但是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 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敞开的心 然后他可以进去 他可以更了解你 可以更了解他 这是我的建议 好 你是不是这么 超过我 好 自问自答 我对大家的建议 从自己本身做起 带着孩子 就是我觉得要 在一个房间当中陪伴他 我觉得每个年龄 才有不同的挑战 他们到了不同的年龄 有些时候也超过我 我们能够 就是父母亲能够影响 我相信 我相信 在过五六年 Edan 你会发现 我现在有在经历的 我的孩子开始 跟我有一个小小的距离 就是十一年岁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结果父母亲 就是在从小 我对Edan讲到 基督徒应该在从小的时候 把圣基的价值观 交给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小 他们懂得敬畏神 从父母亲的身上 一看到敬畏神 的态度的时候 就是上次我们采访 上个月我们采访 陈平跟Evan 他们从小把孩子 让孩子知道今未成 所以他们长大的时候 这些的欲在他们心里 他们会怕你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很多的 我们华人的父母亲 来到这里很多时候 都把孩子说 Chase your dream 我就是追求你的梦想 我好好追求我好书 现在的父母亲们 我在这边带亲眼带很久 那个选择是对的 可是 你会看到之后的一个 就是你可能在 之后再从这条路 落实了 你在他们生里面 想他们会失去 一个更好的作品 我觉得 所以这是要把信仰从小带疼 所以 我记得我们的父母亲 真的这条路 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多人 我们在一起 因为我们真的只能 在从自己本身 开始做起 去教导我们周围的 不是在教导我们 追求我们的梦想 他们第一个是命用神的时候 陪着他们 一起去拥抱神 好不好 那 我接下来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会没问题 你们觉得 那你们觉得 现在的 今年的选举 我们就进入到 今年的选举 那 你觉得教会 教会预变好了吗 这是你们看到的 教会 就是我刚刚第一题就问了 你觉得 弟兄姊妹子有醒来的吗 在你们的 接触的当中 很难说 我有看过很沉睡的教会 大教会 好几百人的教会 然后是睡得比谁都想的 然后我也看过 很小很小的教会 但是比谁都还要活乐 谁都每个 他的教会 很小的教会 每个星期六 去 通通到那个 肚胎诊所前面 祷告 然后 去去去去 去拯救那些医疗 我去过两次 然后我一次 带着我的小孩去 那个 那个感觉是 非常非常 不一样的 我的两个女儿 我过来问她说 Daddy We saved the baby We saved the baby inside We did something good 然后 我记得她在车上跟我讲 我就在前面哭 我就觉得 她 我两个女儿 都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一个五岁 一个三岁 然后 但是我又看到 我又看到 教会大到就是 她什么都不敢讲 实际上就是 哦 我们就是人越来越多 越好 这样子要是成长 我们要合一 然后就是 我们每次去特会 常常听到那些东西 我觉得这一次的教会 准备好吗 我觉得我们永远都没办法 全部的准备好 然后 呃 我们 要 要 我们要更刚强的牧者 牧者 常常为了自己 还有自己的 名胜吧 就算大卫那时候 要数算自己的 那个 一个国家里面有多少人一样 他们 他想到说 哇 你看我的教会有多少人 你看我的教会有多少的服务 你看我的教会有多少的事工 但是他们没有去 讲述这些东西 如果说平常教会 就讲说 为什么童信天是错误的 为什么堕胎是错误的 为什么变性人是错误的 为什么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我们现在的社会 糟糕到 男人觉得自己可以当女人 女人可以当男人 就这么荒谬的东西 然后 呃 我看过教会 说我们就是要接纳他们 我还看过教会 说 那个是个可惜 恶恶恶恶教会 就是说什么 变性人 他身上的这个伤痕 就跟耶稣手上的钉痕 应该是那种美声音 就是这么可怕的 一个教导在里面 然后那样子的牧师 有人会按摩打 所以说 呃 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教会 有越变越让强 有越来越多牧师 觉得要去做正义的事情 要去挑战 呃 信徒的一个 呃 思想还有价值观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 教会是 越走越偏 然后通常 呃 呃 我们现在的媒体 是会放大那种东西的 就会 教会一走偏 你就会上新闻 然后上新闻 他不是说 你看你的教会怎么走偏 他说 你的教会好自由喔 你的教会好民主喔 你的教会 好了解年轻人喔 然后我希望更多教会 会变成这样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是在攻击教会的 然后世界在鼓励教会变成这样世界的 然后 呃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鼓励我们的牧者 说 你要出来去做 更好的事情 你要 你要有勇气说出来是这样一个时光 你要 呃 神给你的这个任务 来带领我们 你要比我们都好 就像摩西跟亚伦 还有那些以色列人一样 你要当那种摩西 你要当亚伦 就是 在带领造经理的 这个样子 就是 我认为的 然后 呃 就是真的帮教会祷告 真的帮牧者祷告 我真的很希望 牧者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因为 我们的节目说真的 真的就是给牧者看到 我希望牧者可以看到了之后 然后有勇气说 我刚刚说的记忆 你知道 因为很多教会的人不知道 当年轻人问父母的时候 父母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样子的话 年轻人就瞧不起父母 瞧不起教会 瞧不起整个教导 就瞧不起圣经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如果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话 我们要赢得这场恶化战争的话 我们就要比他们准备得更好 比他们准备得更完善 不是没有收假太多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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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忘了同伴的记忆 没关系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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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跟 要为者这些东西 真的 也是要 因为牧师其实也是等 有时候 如果就是面对这些问题 说真的 只要跟牧师 所以牧师牧师 真的需要注意这些事情 我觉得 牧师一定在这当中 会 会有一个 选择 可如果牧师说不行 我就是要六色的起 我们这些的 你们就要谨慎 为什么 你就知道 有什么地方 我觉得你们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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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以前那天听几节 牧师在讲到说 就是那个 牧师是个礼头养的责任 就是我们牧者 对 我听了也有 听了就行了 我就觉得 牧者如果没有谈好 这位一致的时候 我觉得 不知道你们看到那样 是 礼头养的职责 是带预保护 对不对 他如果一直养 往下跳 后面也会这样 全部都往下跳 所以其实 要为你们牧者祷告 所以我觉得 很同意你们讲的 谢谢你们的节目 真的 对我们许多 还没有订阅 不用去吧 回去自己订一下 我觉得 这样最大的努力 真的 因为我觉得真的 太多的资讯跟媒体 我们每天刷手机 我觉得这是 先进我们最大的挑战 就是这个 手机离不开我们 而且 你可能一下子 不是这个 就是看那一个 那太多的资讯 那你觉得 对于我们的这些 一兄姐妹来讲 我们要怎么样 更好地在这个当中 再做 驱使 不知道 面对 所以 性经的 你还是叫做 虚假的这种 信息来讲 我们如何去 去分辨 除了看你们的节目以外 可以分辨一些 还有什么方法 我自己个人 我自己个人 我是很讨厌那种搜索尼尼亚的人 所以我那个 开始做事工的时候 好像我们的事工就在搜索尼亚上面 然后我的腿没有搜索尼亚 我的Facebook基本上都update 然后呢 我也不喜欢跟别人聊天 所以说对我来讲 那种很糟糕的讯息 对我来讲 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而且我在 我那时候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 然后我在看那种 那个犹太的解禁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这一切是 神是这个样子看这个世代的 我就发现我的认知 全部都是错的 所以说 真的就是看圣经 你才可以分辨说 现在这件事情 到底是正确的 还是是错误的 然后 但是世界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生理 所有的 他会告诉你很多不同的数据 现在时代不一样 你可能可以进入一点 这个是民主 这个是年轻人的方向 他会找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神的律法就是律法 神的点章就是点章 神的话就是神的话 你就是要这个样子去做 很多人会说 然后就把牧师过来跟我讲说 你不要这么一百一眼 不要这么一百一眼 你这样怎么传福音 对 那耶稣跟那个 景天的那个妓女也是 先跟他药水喝啊 这个是很多牧师说 牧师会说 你要传福音的话 你要用不同的方式 但是你要用不同的方式 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你的律法 点章 还有你对神的爱 你对神的信心 是不可以改变 你刚刚说的 用爱心说诚实话 你不管怎么样 诚实话 一定要说出来 不能说没关系 不能说 没关系 你同性恋 没关系 那我们教会 就是你来的时候 我们教会就是 接受同性恋的教会 而是你要告诉他说 同性恋其实 我是个男的 我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跟一堆女上传 跟一堆女的发生性 环境 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那圣经告诉我 我要告诉我自己 那你可能比较不一样 还是同性恋 你想跟一堆男的上传 那圣经告诉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 神给我的律法 跟神给你的律法 是一模一样的 不用什么头昏 不用什么 不用什么 说什么 你的日子比较好 你的日子比较难过 我的日子比较好过 我们要用 爱心说诚实话 我们就是要爱心说诚实话 来面对现在所有的挑战 然后 我想说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其恶 所以 我不认为说我们 作为基督徒来讲 我们奔走全国人来讲 我不觉得说 手机这个东西 应该占领我们的时间有多少 我甚至不觉得你家里 应该有电视 我觉得你应该 比网络远一点 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讲 我们要更多更多的 读圣经 因为圣经里面真的是 太多太多的知识 或者说我们一辈子 每一天花十二个小孩 研究我们到建筑店那天 我们还是研究不完 但是如果说 我们每一天花在手机上 时间太多 那我要告诉你 你脑子里被世界的东西充满 你被猫猫猫猫的东西充满 比如说 周末去哪玩 美食去哪吃 好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脑子里面 想太多这些东西的话 你跟神的关系 的确就会变得圆 但是如果说 你每一天 脑子里面被神的话语充满的话 圣灵是 你跟圣灵有那种 敏感的亲密的关系 当你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圣灵就告诉你说 这个是OK的 还是过不对 那包括像 我也不太建议说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在美国 我们还看太多中文的新闻 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国家 都有他们自己的agenda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 那对一个事情的宣传 大家通过说 有个东西叫做真理部 每一个国家有一个自己的真理部 就是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一个真理 那么他对这个事情 他要怎么宣传 他可以宣传正面的 他可以宣传封面的 他可以宣传这个 他可以宣传那个 你看现在什么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事情 吵吵吵吵 吵到现在 好多人说 以色列是苦苦组织 对不对 你会说这个事莫名其妙 你明明就是 10月7号 轰降了一大堆人 喀巴巴杀死了以色列的一大堆人 然后请问到底谁是苦苦组织 就是这么样一个 非常赤裸裸的事实 就在这里 可认为如果要是再乱回去 一大堆人吵得乱七八糟 就说 以色列人全部都该死 说哎呀 他不是希特勒 为什么没一口气把他们全都杀了呀 有个大祸 原来希特勒是对的 你会发现说 人是多么的 鱼群是多么的无知 而且我们的思想是多么容易的 被现在的这些新闻媒体去洗脑可能好 那么如果我们了解神的真理 我们就知道 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 我们对以色列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应该如何为以色列祷告 以色列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这些真理我们清楚了之后 我们就不会被所谓的真理悟出来的新闻给洗脑 所以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新闻 包括像美国的新闻其实也是分量大便 那么他讲一个事情 这边取这样的观点 另外一边取另外一样的观点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 我们看到这种世界化人 我们不应该采取任何世界上的观点 我们只要有一个观点 就是上帝的观点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世界会变得更简单的 谢谢 好我们等下有休息时间 如果注意时间关系 我们就会休息 不过因为Emmy 我们后面有点心 你们可以总共拘打 有票门的弹卡 好了吗 夸门 谢谢Emmy 好他们等下 就是看你们要服务 传一下或什么 你们就 我又继续有一个Q&A的时间 我想 因为我们今天 最主要是要问一些 有关群群的议题 刚才 我也倒停 我想群群群是我们 蛮多 开始关注的 就是 我以前 我今天去你第一次通票 我牧师自己参与 我第一次去你 是第一次 今天 不是去年 四年前 是我觉得 四年前是第一次 然后今年 我们上个礼拜在台上 顾佑 也有几个月 有九千万的基督徒 然后只有五到一半 也参与在这样的 通票的当中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施责 那 因为这个国家 竟然是由基督教徒 成立的 所以有这个信仰的根基 所建立的国家 那我们更是要这个 要捍卫这样子的一个位分 神给我们这个群群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 就会 问一个问题 就是 这是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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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云的必不收割 风从河到来 骨头丹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 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行患失去神的作为 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肿 晚上也不要携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样发望 或是早洒 或是晚洒 或是两样都好 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就别管了 做你该做的事 你别管早洒种 你别管晚洒种 他在这里讲到有种人 什么人呢 就是在那去看风 他就在那看风啊 看云了 他说看风了 他也不去洒种了 他就站在那看风 这个不行了 这个不行了 我不洒了 洒了也没有用 他就在那看风 他说看风了 他也别去洒种 然后他在那望云了 望云了他也别去收割 但是神在后又告诉我们说 你早晨要撒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心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忘 我们不知道哪一样发忘 神里面或是早晒 或是晚晒 或是两样都好 或许早晒很发忘 或许晚晒很发忘 或许神让两样都发忘 这个都在神的手里面 所以就是 很多人没有洒种 没有说话 没有说话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洒种的人嘛 他们是说风良话的人 是站在那里 看风 望云的人 只看环境 只看困难 我们不许没进去 我们看的都是困难 都是环境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信靠神 我们信靠的是神 我们就做我们该去做部分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我妈妈 辛苦 当年一年多一点 她这个心情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她说 我说妈 我说你去给你们单位里的谁谁谁 你去给她传福音 我妈说 哎呀 得了吧 我看她那样 她不能信 我说 她信不信 不在你 我说 以前的话 我真是很感谢 给我传福音的那个人 我以前 你知道 那个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是满头漂的 就是金的头发 我那个颜色全部退掉 我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太队 我那个时候 二十五七岁 谁给那样的女生传福音啊 对啊 我当时就是完全标榜 我说我就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谁也不信 我就信我自己 我觉得 那个有信仰的人都是愚蠢的 为什么 因为有信仰的人都没念过书 是吧 那个他们自己没留意 然后没有文化 我说 研究生儿人 这个美国内的研究生儿人 我还能信你们 那玩意啊 别别信了 我要说哪一天真有信仰 等我死之前 那一天 你快找人来给我重联吧 我死之前 我那次 我现在就不信 好 可是我真的感谢 曾经开口 给我传别人 而且他们真的给我传两年三年 你知道吗 有的人很老实 很好 没有经历 每次一传 给我传别人 我就骂他了 我说 哎哟 你们那个神怎么不那个啊 我经常抖刺他 吃饭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我说哎呀 你祷告了没呀 你要感谢神呐 你说你不感谢神 你今天肯定这三三 我就到处去呛别人 我就是我妈可能看来就是最不可能信仇了 但是圣灵有一天突然慌张我 他突然临到我 他突然翻转我 我走进教堂的那一刻 在别人跟我传两三年后 我传两三年后的那一刻 我进到教堂里的那一刻 我马上就被圣灵冲了 我是现在才知道 我那时候被圣灵冲了 我整队脚一天都在跳 你知道吗 那个在敬拜的时候 眼泪哗哗一直流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想太尴尬了 我这一天来 我怎么不这样 人家都在后面看见我 敬拜后的脚都在那跳 所以就是 我不要采取这种悲观主义 悲观主义是给没有盼望的人 我们在神里面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连永恒的盼望都有了 我们怕神不做好事吗 我们真的是 在历代之下 告诉我们说 只要神的儿女 跪下来到他的面前 自己谦卑回转祷告 神就必听我们的祷告 而且他必医治我们的体 所以这一切的事情 最起初 就是要看我们要不要去做 不要说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 但是凡事都能 怎么会有不可能呢 所以神说 不要看风啊 不要望云啊 去撒你的种啊 不管早上也好 晚也好 只有神一把话 他马上就好了 就是这样 所以 好 还有就是 我们要知道敌人 他们会做的事情 比如像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周华人跟卡罗安特斯的政权 两天前才签署了一个东西 他说 美军可以在美国的境内 对美国人使用 低风格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是DOD 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安部发布的东西 他们改变了什么 原本美军是不能在美国境内执行任务的 原本美军是不可以对美国人做任何事情的管不明白 美國人的是警察、FBI這些組織 現在他們突然在選舉之前 突然改變了這個東西說 美軍可以在美國境內執行任務 這是非常非常可難的一個東西 你會看到就是 哇!他們佔權了之後 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時候就是最好挑戰我們的信心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那他這個樣子那就是算了吧 共產主義這個 可以把中國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可以完全不掉中國 就是因為藝人沒有誰要做事情 就是因為當時的經驟就是說 好可怕 那算了我不要去做這個東西 認為每一個國家共產主義都是這個樣子 不只是中共 蘇聯是這個樣子 捷苦戰是這個樣子 中國是這個 北韓是這個樣子 大家就說啊算了 他們有強 他們那個我們什麼都不要做就好 美國是唯一的一個 世界上唯一現在還 有希望的國家 如果美國倒掉了 你沒有地方去 你沒有 各位已經移民到最好的地方了 最自由的地方 最民主的地方 最尊重的人權的地方 沒有地方可以去的 所以說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基督徒一定要做我們基督徒該做的事情 就是做我們 就是做我們有勇氣的去 對這些在上佔權的人去發聲 我最近在讀史獨行傳 我看到那個 就是好像第二章一個地方 就是彼得跟約翰去聖殿那個地方的時候 然後那個文士跟法利賽人 是看到他們的勇氣 然後知道他們是沒有讀過書的 就是他們兩個相巴倒在那個地方 但是他們很有勇氣 然後說出來的話是聖經的智慧 他們都知道他們是跟隨耶穌的 我覺得勇氣在這個時候就是 最好證明你是耶穌的跟隨者的時候 所以說要用勇氣來去聖殿聖殿 不管大選會怎麼樣 舞弊有多恐怖 然後會有多麼不公平的對待你 我們都要用勇氣來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不要少看我們這張選票 我當然知道可能會對方會作弊或什麼 或我們相信你們是誰 所以你們還是要做出我們該做出的那一件事 要不然到時候有一天要交災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做你要做的時候 之後沒錯 我就讓他們傳到書書分享 好 謝謝你們的回憶 所以還沒有註冊的 好像是這個下個禮拜是最後 下個禮拜就是 禮拜一直做一件註冊 網路上填一下很快真的 上禮拜我照幾個禮拜就講了 結果弟兄姊姊姊已經舔了 那你們收到選票沒有的話 你們不會 我們會再把網站寄出去 所以你們可以上去查自己的選票 那不要擔心就是 即使從前逼過年 相對我們勝負很重 好 第二個問題 等一下你們可以開始準備 下面可以發問 那這裡的問題是 年輕人對這個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好 年輕人他們覺得 是不甘我的事啊 然後你不用為小孩 我不用去管這些的問題 然後政治的東西 又出女生 我更不想出這些 好 那 那你們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可怕 因為這一次的選手 跟很多年輕人 我們有機會跟很多年輕人一起同工 然後我們也參加在這個 保守派的這個 競選團隊裡面 然後他們覺得他們的學校好 就是學校 對啊 雖然有變性人 但是那也是他們的自由啊 我們學校有在交信教育 但是那其實是要提倡女人的權利 那是很多 就他們都求過這ABC 然後他們 你說他們對那些東西沒興趣嗎 他們都知道喔 他們被洗倒得非常非常清楚喔 他們比各位都還要知道 學校都在交 只是他們對我們所有的東西沒興趣 他們對聖經沒興趣 他們對真理沒興趣 他們對那些東西 說喔 你是自由的 你想要變男的就變男的 你想要今天是你的就是你女的 你想要脫離家庭就脫離家庭 你想違康父母就違康父母 RKPI前幾年 是有一個女的 就是 說自己是變性人 然後呢 最後 他就 學校在LGBTQ的課 就跟他講說 你要離開你家庭 你媽媽在害人 你在你家裡沒有辦法做自己 然後他就 就算是怎麼辦 然後說 你就說你媽打你就好了 你媽家暴你 他就說了之後呢 他就被社工帶走了 然後最後他在Promona這個地方自殺 臥軌自殺 在這個火車軌道上面 所以說 你說他們有沒有 興趣 其實每一個年輕人對此 都沒有興趣 革命 就是都是年輕人革命出來的 OK 你看那個中國的孫中山 全部都是大學生在革命 沒有一個像我還有剛剛GF公司 這樣子 年紀的人 說什麼 欸我們要放頭 撲殺熱血 沒有我們都有家庭 我們有小孩 只有小孩 沒有 無後部之憂的人 才會去革命 才會去摘破這些東西 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用正確的方式 來影響我們的小孩 還有我們的小孩 我們要如何在他們被學校 還有社會洗腦之前 他們被洗腦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收入我們的家庭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最需要做到的 因為別人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小孩 小孩在你面前表現的沒興趣 其實他們很有興趣 他們被他們的學校洗腦 我非常非常有興趣 他們的興趣 就是要推翻 基督教的價值觀 要推翻家庭的一個重要性 就是好看 像我主持人 我最近在這些 因為我是說 會幫忙在一些 Actor School的小孩 照他們都是主導 可是 就會刻意地在車上放那個 Charlie Kirk 我知道已經開始 我們教他們 他們說 弟兄姐妹你會英文的 我稍微聽 我覺得很有趣的人 我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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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覺得他是 很有智慧的年輕人 那我就會刻意地放一些 那個對話給那些 年輕的人聽到 或是講到過愛 或是什麼 所以我也鼓勵 父母親 如果你有孩子 或是有機會的話 請你們 或許你們用 溝通的方式 可是你可以藉由 聽東西當中 跟他有一個對話 這個講的東西 你有什麼 因為其實 你聽完一個 common sense 的時候 他們其實練不了什麼 東西 可是我覺得 父母親 當然我覺得 剛才講到 你說真的是語言的問題 就是很多的父母 來這裡忙著工作 然後開始問 慢慢比你好 然後就開始 他想什麼 做什麼 就完全不知道 所以真的就修成給我們 智慧 也要 一起 建造一個 所謂的屬名的環境 一起 我們今天才在學校 那個 Color Run 我們有一個 他的女人是 一年幾十幾歲 六歲 是不是 他說他們去了 教會工地學校的 五六歲的學生 跟他女人說 Can I call you mister 就是說你 你也可以做Mister 他們工地是這樣子在教的 我六歲了 我親切聽到說 哇 我說那其實教培 真的很多的挑戰 因為有的 失利的 然後又有功利的 所以這當中 父母親要知道 我們要讀的 熟悟以及熟悟 整個價值觀 要不然 孩子從接觸到的東西 如果我們沒有一起去面對的話 其實真的 最後就是 我覺得很多東西 是會慢慢失去的 尤其現在的東西 真的太遠多了 好 我們接下來會開放Q&A 我這部節目 超過已經想 五人想的都差不多了 好 那我照你們下面 其實純水御動 好 那音樂一定很喜歡 請你們學一個麥克風 然後 麥克風拿給他們 開始以後 趁大家問第一個問題 然後等一下我們問題 就把麥克風拿著 然後載起來 也不問題 好不好 那我們就 讓他們來這裡打 好 非常歡迎你們來到 我們當中 也很喜歡你們的節目 好 然後我感謝學長 你們做了色影 這個節目 真的是 給了我們很多 訊息的來給 那我其實 看到你們剛才 講到Hom Schooling 這個問題 我有一個想法 就想討論一下 那個 我知道Hom Schooling 當然是很多 教會在討論 但是其實呢 學生群體最大的功能 還是Hom School 包括Hom School 其實都是小的三種 那如果我們都不讓孩子 接著Hom School 然後他們 就是從小在一個 我們認為很乾淨的 安全環境 當中長大 那會不會將來一到 他們能夠接觸到 不一樣的看法 不讓先生的小朋友 也會被帶走 還有一個專注說 我們教會 也有創作的 一個負擔和義 這也是我們 7、7、8、10 那如果像Hom School 這麼大的一個合唱 而且孩子和孩子 之間最容易見面 有名的時刻 我們去的說 要把我們的孩子 go out 從Hom School 然後我只要安心 讓我自己還是好 能夠成長 沒有任何問題 別人家的小孩 不光可惜 會不會立刻 跟想法再講 就是 我問一下 我待會兒坐下 肌肉有點不好 沒有 好 第一個是Hom School Hom School不是百分之百的版本 Hom School不是百分之百的 我們聽過有 見過有成功的例子 我們也有看過非常失敗的例子 所以我想說 不管是 孩子在公立學校裡面也好 還是Hom School也好 其實最重要的是 家長怎麼樣 就是在家裡面 有沒有建立起一個家庭的基壇 很多人我知道 做一個真正跟隨神的基督 是很困難的 而且人數是很少的 很多人會說 我在家裡有建立家庭基壇 我有啊 但是他到底實行的怎麼樣 就是這還是有一個問題 是吧 很多的時候我們是看到 就是我們人嘛 每一個人都能走 我們本身都是很壞 那我們在跟隨神的過程當中 我想如果 每天大家都有這樣的感受 我在我自己身上也是 我發現我是非常非常邪惡的 在裡面非常非常邪惡 很多時候我知道神不要往做 我偏偏要去做 那做了之後我又認罪不敢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家長對神的了解有多少 然後他對於整個家庭當中 屬齡情況的掌控到底有多少 很多人說啊我都忙了 我家裡什麼情況都好一點 我忙起來 我的脾氣也出來 我什麼都很糟糕 這樣就喊得也不好 所以 那麼在公立學校呢 我是覺得說 在公立學校 我更可怕的原因是 有很多老師他怕他自己個人的 他不見得說是整個學校裡面的 但是他們這個老師對於 教室的自由度的這個掌控是很高的 那老師說我就是變成人啊 我就是同性戀的 因為學校不會因為你這個 所以不顧你吧 那就是過了你這個老師 你有教室資格證 你也是教室公會裡 然後你有教奶 那來了之後老師就開始挖了 那個教室人已經成奇了 那麼他們這種 撒旦欺騙的手段也是 他告訴你這是好的嘛 他說為什麼這樣 因為你要尊重別人 那尊重當然沒問題 對不對 他說你要怎麼尊重 然後你 他這些東西他都不講的 他就說你要尊重別人 所以就像剛才那小孩子 一見面說 你是哪個是女的呀 他們就教小孩子 你要在課堂裡面 你要演習這個東西 因為這樣是你對別人的尊重 所以他把這些東西都教 那你就 如果小孩在學校 他認為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都是這樣 那你說 你就是這幾個小孩子 你把小孩放在那兒 他腦子裡到底有什麼了 或者是誰跟他講什麼了 老師跟他說什麼了 他在他裡面 這就是深深的紮紮 我小的時候 我不聽 我就是不聽我爸的 我瞧不起我爸 我就是覺得最有尊嚴的就是老師 為啥 我就是人家是老師 人家是教育學院畢業的老師 可是有一次 老師講了一個什麼 老師上課教了 語言老師 班主任他上課教了一個 叫 這不是所問非所答嗎 我就記住了 我把這塊去學會了 我回家之後 我就跟我爸聊天 我爸說什麼 我說你這不是所問非所答嗎 我爸說等一下 你說什麼 我說我還覺得這句話挺高級 我讓我堅持 我說所問非所答 我爸說 是答非所問吧 然後我就說 什麼 不是 我就生氣了你知道嗎 我生氣了 因為這一個咖嗑我說錯了 第二次我覺得 老師說這個東西 我學過的我很驕傲 我說老師怎麼可能會錯 我的班主任 我心中最漂亮的大美語言 教你們的老師 你怎麼可以說我老師是錯 我說不是 就是所答的那個 那個 我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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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就是所問非所答 我說就是所問非所答 我跟我爸吵了一大聲 我爸一吵我爸說 完了 因為我爸也是個暴才師 但是他的那個學歷在我眼裡 我就覺得不算 所以我就不要 所以我爸當時就是 說一個很可 他覺得這個事情很可怕 他就說 哇小孩子給我分辨能力 你說答 他就跟我講 他說什麼叫所問非所答 他說 答非所問 就是你笨的東西我不太笨 他跟我解釋了那天 我覺得 OK有一點道理 但是我不承認 我就覺得老實是有權 所以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我爸很较真正的人 他碰在那兒 雙門跑到其他 幫我呢 你教錯了 但是你教那個孩子 教什麼什麼 你教錯了 老師在那兒 好像老師還弄 但是 我明白 小孩 把老師放在第一位的這個心裡 現在的孩子就是這樣 我老師說什麼 就是不對 你知道嗎 現在的學校 還有社會 他們想要把小孩從家裡拉走 國高跟著爸裡拉 其實什麼也不懂 他們就是什麼什麼 所以這樣 然後 但其實不是的 爸爸媽媽是真的 發自內心的對你好 你說 你說老師 你不是老師的孩子呀 他有他自己的一個agenda 他要培養 他心目中的那種人才 他要培養 他心目中的那種好的東西 他甚至把這種 ideology全都交給你 那麼當然不是說 說公立學校的孩子 我們就不懂 不管了 公立學校的孩子的家長 的確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片和尚 但是我想 哪怕是大的 身處一個 你身邊全都是不清楚的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 就不用說孩子 大人 壓力很非常大 非常大 你哪怕跟人家說 你哪怕說一句感謝主 你有的時候心裡都有點心 人家說你感謝啥 我感謝 啥 不用這種陽光看見 所以其實放在孩子身上 他們想會更多的膽怯 所以我想 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在家長的身上 孩子能看到什麼樣的勇氣 就是家長是不是 常常願意投靈讚美神啊 是不是真的把神當神啊 很多我覺得家庭教育的失敗 就是很多人說 我就不把神當神啊 對不起 你沒有 很多時候是你沒有的 就是說 你說我尊重神 神真的摩托 在家裡建的家庭教育 那麼請問你覺得家庭教育 建立的怎麼樣 或者你平時言語行為 你的心心意念 你到底對付的怎麼樣 其實說實話 很多時候對付的成分很小 那麼你用 你的這種 從裡面的壞的東西 孩子都看到了 我覺得這個 很多時候是從 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 好 我比較剛剛差不多 但是 HOMESHOO其實有很多 肯貝 然後呢 你可以去參加 我現在在HOMESHOO 我是沒有時間 去參加一個肯貝 不過我穿 你參加了一個 很多師父船的一個 東西 然後它裡面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HOMESHOO的屋地 不是讓你的小孩 變得比較聰明 而是 讓你跟你的小孩 建立最直接的關係 這個父母 還有孩子的 這個權力 還有權力的關係 還有 父母跟孩子的親密的關係 是你要親自去建立的 就跟神 跟母親自來跟我們建立關係 一樣 要去做到這一件事情 那 公益學院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也是 在 國中生高中生的時候 因為有人邀我去教會 然後我就去教會 所以說 沒有錯 教會的確是一個 非常好傳福音的 學校的確是一個 非常好傳福音的地方 但是 我們孩子的孩子要準備好 就跟你剛剛說的一樣 有多少大人在 左派的公司上班 不敢說感謝主 事實上不敢禱告 然後呢 別人就說 噢你是金屠啊 對我是金屠啊 噢那你對 你對那個 你對什麼開法是什麼 你對什麼開法是什麼 他不敢 不敢回答 絕大多數的人 是不敢說的 絕大多數的人 就是在那個時候 OK好我為了要 這份工作 我這個 還要付房袋 還要付車袋 還要付小孩 還要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我們是有非常 非常多個理由去害怕的 小孩也是 小孩害怕 小孩比我們還害怕 因為老師跟他說 你這樣做是不尊重的人 你這樣做是對他的 對這個人的信義 他還有他的自由 你為什麼要管他的自由 在學校老師是有權柄 去逼著你的小孩 去這個樣做的 所以說這是 現在是非常非常危險的時刻 我知道大家都有一個報復講說 我們要奪回我們的校園 我們要什麼 我們先奪回我們的校園會 我們先奪回我們的市議院 我們先奪回我們的州 我們奪回我們的國家 讓我們的國家準備好 然後再把我們的小孩送進去 在小孩準備好之前 在我們打贏這場戰之前 我真的很建議 就不會把小孩送到公立學校 太危險 太可怕 你沒辦法控制 你一天 才跟他在一起 兩個小時 然後呢 他只去教會 兩個小時 然後上兩個小時 就組織學隊 但是每一天 在學校 他花八個小時 跟你的小孩洗腦 每一天 他上P 體育課的時候 他就是看到 Transgender的人 一個男的 用女生的拉高 去女生的廁所 他看到老師 進到 男的老師 進到女生的廁所 因為金老師覺得 他是男的 那老是女的 yeah 但是 但是 我們現在就是要幫小孩 護予這些 不是說 瞧不起各位 還有各位孩子 存活力的能力 但是我們現在必須要 保護我們的孩子 我們必須要守護 我們的家庭 因為 當 如果說你的小孩 你覺得你小孩已經 ready go for it 但是你之後 you gotta take the consequences 如果說你的小孩怎麼樣 就是幫他做這個決定 好 這我覺得這個 從事問真的是一個 對我們現在的家庭 說 我知道很多家庭 會對這個是很大的第一 說不定 下次給我們一個機會討論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繼續 那個麥克風有誰 有問題 你可是沒有問題 我想請教一些關於你們的投票 像大家如果牽涉到這個 生金價值 比較清楚 不知道怎麼去做 那有些比較中期的議題 比如像一些公民投票 然後不要為這些公立學校去站 那我看你們的那些建議都是弄 那我自己有小孩 那我想你自己也有小孩 那你當你去弄 國學弄的時候 你就開始自己說 要不要為我孩子做這個投資 然後未來 可能是他們被災 所以我在想說 你們的建議是怎麼樣 我的建議是 只要是把錢都給正常了 就是弄 因為錢是你的 各位工作辛苦辛苦 各位工作辛苦辛苦 辛苦 對不對 為什麼他可以使用你的錢 為什麼他可以使用你的錢 而且喔 而且不只是這個樣子喔 為什麼 他可以逼 你 他可以逼其他的人 來使用你的錢 你的小孩是你自己的責任 政府不會創造任何東西給你的孩子 特別是教育裡面 特別在政府任何一個地方 政府最愛做的事情 就是創一個部門 然後呢 在那個部門裡面 放他的舅舅 放他的阿姨 放他的媽媽 在那邊 全部都是他的人了之後呢 然後呢 跟你說 我們很缺錢 你們現在 你們這些那些人 要來資助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很缺錢 因為我媽媽沒錢的 我確實沒錢 我阿姨沒錢的 所以說 呃 你沒辦法養他們 然後 呃 我不贊成任何這個樣的東西 我希望 美國政府部門已經太有了 各位 如果有說 有認識社工的話 各位 呃 就覺得 加州簽訂的一個 就是黑人賠償法案 大家都聽過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要把這麼多錢 給黑人 因為黑人很可憐 然後我們壓迫他們 那你覺得是 每一個黑人 都只要這麼多錢嗎 不是喔 黑人其實一毛錢都領不到 是政府會創造一個部門 然後呢 這個部門那個錢 全部都到那個部門裡面 你看 他的舅舅 他的阿姨 他的媽媽 他的姑姑在裡面 然後呢 這些人 來公平的 把各位的錢 分發給黑人 所有政府部門的運作模式 都這個樣子 不管你是在哪個國家 民主的還是專制的 只要政府 創造一個部門 他就會越獲越大 你根本沒辦法控制 所以說 我的建議是 只要把錢給政府 只要政府說 我們來創造一個新的服務吧 我們來創造一個 除非政府是講說 我們要借一個高速公路 OK 然後你是可以看到 這個高速公路怎麼去 就連這個樣子 他們的腐敗 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 我們那個高鐵 所以 Las Vegas到這個高鐵 接著怎麼樣 他們的高速公路 只要請工人去那邊做就好了 他都做不到 你還要期待他去叫給你的小孩 你還要期待他去給黑人平常 我不相信我的政府 會去做這樣的東西 我不相信我的政府 比我還要有隻小孩 我不相信我的政府會對我好 因為 他每個月 每一張支票 都從我這邊拿了很多錢過去 他憑慈我拿我的錢 他憑慈我拿各位的錢 各位的房貸 OK 不是各位 地價稅 你已經付過了 你已經付過你的地價稅了 那塊地是你的 那個房子是你的 買的 買的時候 買的會不會付啊 付過水 為什麼你每年還要付地價稅 這個不是很莫名其妙嗎 他對著那塊地 做了什麼 鬆了土 放了丘裡 還是做了什麼東西 他什麼都沒做 然後他卻預理可以 他可以這樣子跟你收稅 這是不合理 而且是違憲的 地價稅是違憲的 就是沒人去搶你 沒有人去做這件事情 立法委員 他們也不去做這樣的東西 他們也不去挑戰這些東西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想要低價稅 他們也想要直接錢 所以說 只要把錢給政府 我們就不支持 所以說這是我的看法 我是想說 我們現在選票上面可以看到 Fund 是吧 B-O-N-D 就是債券的意思 債券什麼意思 債券的意思就是 現在這個錢還沒有 我們先花 把這個錢你們來付 請問你們同意不同意 我不同意 然後我也不認為說 比如說公立學校 我都說 我們現在公立學校 要先花一個錢 讓他們來付 我不認為現在公立學校 產生的問題是因為 錢少的問題 公立學校的錢太多了 你不知道教師公會 現在的力量大到什麼樣的 教師公會可以 為出可以給那些 所有的極端的左派的人 給他們大筆的金錢 讓他們去競選 然後讓他們 選上去了之後 他們中間在 你就把他們這個利益鏈 再這樣走來走去 所以 現在所有政府發生的問題 社會發生的問題 都不是因為錢太少了 我覺得就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錢太多了 他們不應該 用這麼多的錢 他們錢多了之後 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們那個 前一段時間採訪的一個人 他是 CLC 北加州 校董貴的一個 成員 他以前 他在學校 公立學校做了20年 科學課的老師 他是基督徒 他教科學課 他怎麼教呢 科學課如果講到人體的部分 對吧 就是上帝的創造 上帝創造兩種性別 男人跟女人的身體器官 是不一樣的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生命是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金子跟男子 混合起來 這就是生命的 上帝創造的生命 他是這麼教的 結果突然有一天 學校跟他談話說 我們把這個生理課外包了 他們外包給誰 他們外包給墮胎診所了 他們請墮胎 錢太多了 是不是 他們這個錢誰給的 就是大家給的 就是他們說 我們公立學校要教育 你們怎麼可能用這個錢 他們拿這個錢 把生理課外包給了墮胎診所 墮胎診所就來了 他就說那你就不用教了 你就在旁邊配合 人家來的人 他需要什麼 你就好好配合 你當一個助教 他一來看這書 傻了 整本書裡面 教材裡頭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根本沒有講什麼 裡面要不就 教小孩 你怎麼搞同性戀 要不教小孩 就說你見面的時候 你得 你不能光看 不是說我看見盛大看 他就是跟女的不行 你這叫課本演講 你得問說 你好 請問你希望我怎麼承諾你 他說整本書裡面 百分之六十七十 都是這樣配話 你看見男的不能叫叔叔 你看見女的不能叫阿姨 為什麼 因為你這是對人家不尊重 這就是錢太多了的問題 他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外包給外面的墮胎診所 讓墮胎診所進來 告訴教育的小孩 你可以隨便去亂想 你可以墮胎 因為你十二歲以上家長 現在查不了孩子的醫療紀錄了 我們學校幫你隐瞞 他們就讓孩子背著家長 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就是 是不是錢太多了 造成了後果 我不相信這些人 他們拿著錢 會做好的事情 我不覺得 如果我們再給壞人更多的錢 他們會做出更壞的事情 到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做出 所以 不管是什麼時候 從現在開始 十年以後 一百年以後 只要看到上面有 BOND 債券 全部都填兜 只要有這個 除了不用在哪 全部都填兜 就像 HOMES 他們說 在過去幾年 花了四十五六年 還是四點五光階的數字 然後他們說 結果你為政府 這錢 幾個 六年的錢 花去HOMES 我們洛杉磯 有沒有什麼果效 你們去HOMES 會變少嗎 越來越難了 為什麼 因為 他們需要更多 才可以花更多的錢 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自己認識 知道的 知道的情況 他們會把教會 他們知道教會 是在對社會 做出改變 我說我之前 我跟業工姐妹 沒講過我們 其實有一次 政府人員來查我們 因為我們在一起 每年都會被 差不多有時候會被沖茶 他們會檢查說 教會是 我們是 50134 就是 有 信仰這一塊 說我們的稅是 地下稅是平的 那他們有一次來 差不多沒有 那時候跟Paris 一個事公司 專門做HOMES 然後他們是 讓這些破碎的家庭 到普通的教會 住7天 我們教會複製 很快 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會 讓他們來這裡 住在樓上 然後給他們吃 煮東西給他們吃 那這7天當中 就是有這些的 社工 我們就會有 這個教會的社工 叫他們一些 生活的這個 預備 我們覺得是做好事嗎 我覺得 欸OK啊還不錯 這是假的都下來了 結果後來 那一次被查 他們就說 你們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我說我們在住 我還覺得說 跟政府官員講 說還可以拿 他會給我們什麼福利 結果 他說你們如果 他說你們其實這樣 只會 DISQUALIFY你們的 Luggesting 他說蛤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們這裡 不能用錯 我說可是他們是 轟得著 我們只是在 Pariship這個Program 他們說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是剛開始 教練的時候 我就覺得 才被打 才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 奇怪的要求 所以真的政府在 他們是期盼的 就是創造的 我們自己的運動 下面如果把錢 用 我就會用得非常好 那我們歡迎 很漂亮的人 我們絕對可以 把這個人 被公司用得乾淨 好 好 現在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來 都沒有嗎 我來 好 我覺得剛才有提到 就是很多 就是墮胎 那我現在也是 身邊有很多朋友 他們都陸續地懷孕 那我也就是有 就是聽到他們 就是做一系列的檢查 大排擊 小排擊 那我覺得 那這些排擊 如果排出來問題的話 那 我知道事情裡面 就是不贊同 就是墮胎 那我也是很慘悔 因為如果遇到 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其實我也是會 替我朋友嘲笑 那也很慘悔地 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也覺得說 墨許了那個 那個朋友他 就墮胎了 可是 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大排擊小排擊 這些檢查 是墮胎醫院的陰謀嗎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那我們遇到這樣的 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挑戰 那我們怎麼用 聖經的一個真理去 面對這樣的一個事情 好 謝謝 這個問題真的非常非常地好 很多人就說 大排擊小排擊 他是落胎診所的陰謀 我覺得倒也不是陰謀 就是你去檢查 看看這孩子到底是怎麼樣 我之前 對這個問題 我也產生過很多的糾結 我想說 那每個人都想要一個完美的家庭 誰會想要一個殘疾的小孩 沒有人想要殘疾的小孩 可是你這個大排擊小排擊做出來 如果結果不好的話 這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名正言順 墮胎的理由 那麼我很認真的從聖經真理的角度告訴你 是不可以的 因為 神給神收取 所有的生命 來是神給的 奪走生命 也是 神說你的生命 什麼時候到 什麼時候就拿走 所以我們沒有權利 就叫我們沒有自殺的權利 自殺不是權利 現在很多像加拿大有些國家 他們在推安樂死 就是因為我太痛苦了 所以我要死 那很多人就會發現說 他其實也沒有啥疾病 他就是有心理方面的症狀 他感到哭不下去 所以要去安樂死 但是其實我們作為人來講 我們沒有這個 那聖經裡面也告訴我們 就是說 那你們看到一個籠子 看到一個穴子 那個在心願的部分 使徒問耶穌說 但是這個人犯了什麼罪嗎 他們直接就說 就說為什麼這個人 他會有先前的鬼 他是隆的 他是瘸的 他是瘸的 為什麼沒有 這個門徒直接就問了 就是說 他們就是認知說 是這個人 他犯了什麼罪嗎 還是他們家族犯了什麼罪嗎 他們就說這個人 這個樣子 是神的一個降災 是神的懲罰 所以就這樣了 但是主耶穌怎麼回答 主耶穌回答說 是因為要在這個人的身上 彰顯神的榮耀 所以我們看到 尼克普哲 那個澳大利亞的這個 他到處傳回音 你看他 他是他得了一種 冰掉海報 海報什麼症 對吧 他就是他基本上 沒有四肢 他只是這樣一個身體 他只是有這樣的一個頭 一個頭連接一個身體而已 你說他基本的 他能做什麼 他做不了什麼 可是感謝他這次 他現在全球到處去 給萬人為主耶穌基督做見證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一個人的身上 如此殘缺 可能是在我們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他們 他的生活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他受了多少的歧視 他有多少的不方便 神什麼都給他 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神的榮耀 他口裡說出的話 他對自己身份的認知 就是他的這一個身份 不是我属地的殘缺的身份 他的身份 是我榮耀的神兒女的 這樣的一個身份 他可以口裡相信 而且到處的人說 你們要來認知幾個祖 你們看我過得有多豐盛 然後他有那麼好的老婆 然後他居然還生了那麼多的孩子 所以你說這是不是神的祝福 所以我想 家庭經歷這樣 尤其是懷孕的媽媽 每個人都希望說 我的孩子很胖很好 可是如果檢查出來的話 如果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身邊有碰到這樣的婦人的話 我想 第一件事情 告訴大家 你不要害怕 神秘不敗 第二件事情 為他祷告 把他帶到教會裡面來 我兩年前 大概聽了一個 非常激動人心的見證 就是一個女孩 她很想要活躍 她大概有兩個孩子 然後她現在就想 再要一個 年紀很大 高齡產婦 哎呀 孩子要來弄 好不容易 終於懷孕了 她就好高興 結果她就去檢查 說這孩子 特別奇怪了 什麼染色體缺乏什麼 反正就是比堂食證什麼 還要更加有空的流程 她是金族 她哭得很傷心 她就說 這我要怎麼辦 她知道生命不能殺 但是她又覺得說 我怎麼能敢 要這樣一個孩子 就這一個孩子出來 我們整個家庭 不就被拖垮了嗎 所以她就去找她的牧者 就講說 那這個問題怎麼辦 整個教會的人 就開始為她祷告 神奇奇事發生 她禱告 好像禱了二十幾週 還三十幾週之後 她再一去檢查 就是醫生每次都告訴她 說你是有問題的 你是有問題的 每次檢查的時候 她沒有好分 你要不要趕快 決定趕快把她拿掉 禱告之後再去檢查 完全好 孩子後來生出來 一歲兩歲三 健康的不得了 所以我想要說的是 不管是我們有疾病 就是我們自己身體有疾病 還是我們去醫院裡 跟她說 我懷孕了疼 這個孩子這樣 醫生的話不算數 我跟你們講 醫生的話不算數 所以你在什麼 殿堡螢幕上看到 他給你出來報告 就是告訴主耶穌基督 你說話不算數 因為主耶穌基督 他已經為我受了殿傷 他使我得到醫治 他再加上流出的保險 如果我們真正相信的話 誰用這個保險 醫治我們 醫治孩子 所以我相信 這樣殘缺的孩子的見證 不只是我們聽到的見證 是我們要看到的見證 是我們按手 每天切身為他祷告 我們要看到這樣一個生命見證 因為神說 他要在這樣的人身上 讓他自己得到路 所以我想我們從一個非常正面的角度去談 因為殺生命 留人血的最深 極其能血 大大的最深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人 我們把他帶到教會裡 哪怕是 比如說他以前有過做台歷史的婦人 神的愛可以抑制他 因為你這個事情做過了之後 你一生啊 一輩子你心裡不亂過 你會就是說 我在當下可能會做出了我任何的決定 但是你知道神有祂的話語 祂避免我們走完路 祂避免我們頭壯壯壯的頭過去 所以我們按照神的話語來走 不管眼神的東西 或許看起來很難 一定沒有問題 一定可以過的 而且通常那樣子的家庭 他們要不然如果說他們家庭信仰很好 然後很以基督為中心的話 他們家的感情會變得更好 我身邊就有三個家庭 四個家庭有問題的小孩 有一個是眼睛嚇掉 滲出來就嚇掉 有一個滲出來的腎臟有問題 然後一個是女兒是 腦子有問題 因為我兩個女兒都會健康 我就覺得說 OK 會不會 What's wrong 但是他們的家庭 那個特別是那個 腦子好像有點問題 那個他們家庭 那個女郎神很痛 他就說天啊怎麼會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 然後男方的父母都是基督徒 就說趕快剁掉啊 你們還年輕 你們就去趕快生年 就趕快弄掉就好了 就他好像看那個生命 就像把一顆牙或者是剪頭髮一樣 好像就是沒什麼事情 但是現在那小女孩生出來 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活活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說有 但是我看外公上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跟大家的互動也很好 也很聰明 也不會說比一般的小孩笨 我不知道他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或許他還很小 現在好像才四歲 所以說還沒有完全現現出來 還是怎樣 但是那個媽媽是開心的 而且那個媽媽覺得 她做了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 她讓她的女兒 她自己的女兒 有機會活下來 她沒有對不起自己 她沒有對不起那個傷害 我有認識一個 我高中時候 高中時候的大學的朋友 她在那個Facebook上面寫的 說說什麼 哎呀這個測出來你有問題 所以媽媽先 爸爸 就 你還見了嗎 我給你看 她就把他殺掉了 就把自己的孩子殺掉了 然後 在Facebook上面寫的就是 哇你看 媽媽為了你 所以把你殺掉了 然後 為了你 你要幸福喔 趕快再來投胎到媽媽肚子裡 Why would anyone do that You tell me once 你怎麼 怎麼會有這麼可怕的媽媽 然後 然後 她 她是驕傲的在Facebook上面 我覺得自己好有愛的去廣播這件事情 你應該 底下的留言是什麼 底下世界給她的留言是 你好勇敢喔 這個樣子不簡單 哇你真的是個勇敢的媽媽 不要在乎社會的輿論 社會是這個樣子告訴你 你殺一次的小孩喔 Good for you That's so good 你把孩子獻給摩絡 好棒喔 世界是這個樣子 告訴各位女人的 你這樣子你就自由了 這非常的可怕 你看這兩個父母 兩個母親 我們一開始說這個 把小孩生出來的 把女兒生出來的 然後那個把自己的小孩殺死的 他們得到的安慰是有多厲害 這個把小孩殺死 他是一輩子 都要面對一個東西 就是我親手殺了我自己的孩子 我更不得 醫生建議我 就殺掉就好啦 好麻煩喔 如果我們能對 所有問題都這個樣子接觸的話 那世界上沒有你的 OK 那個早上八點的時候 freeway開車那些人 那些人都太麻煩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freeway上面很空 如果是我可以決定的話 然後他們全部都該死 那這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我們要愛每一個生命 特別是自己的孩子 而且當母親 當自己的孩子出問題的時候 他們是很害怕的 他們是很需要幫他 很少人會 可以了解說 我要怎麼樣去幫助他 我更不了解 因為我是個男的 然後 然後女人是有女人的壓力 但是這個時候 你真的就是要逼那個女的 你不要把孩子 你不要親手把自己的孩子殺掉 你要 你會愛他 他就跟你愛所有的孩子一樣 我們愛狗 狗的智商怎麼 應該比智商而聰明吧 但是我們每很多兒 很愛狗的 我不是把孩子當狗 OK 那是Bad Bad 但是 我們可以鼓勵 任何 有問題的 女人只要有懷孕 然後有問題的孩子的時候 你就把他殺掉 對那女就是好的 然後你是符合聖經的 然後 我們要愛那個女人的話 就要告訴他 就要邁信出誠實話 就要讓他把孩子留下來 對 好 謝謝 這個就是 要求神給我們 聰明智慧 聰明智慧 我真的覺得 謝謝你們這樣子的一個 願意 我們幾乎我們相信 有一個更高 更崇尚的 就是我們的神 我們心靠的是神 在祂那裡來指示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最後就是想讓 Edan跟Philisha 特別的回應 就Edan是代表 已經有家庭 我想說 對我們在座的父母親 選舉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應該都沒有 就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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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ee 好 我想 最後呢 最後一個回應 是Edan跟我們的家庭 尤其在座的父親 或是我們的母親們 我覺得可以做一些 覺得可以都跟我們講什麼 然後 尤其啊 就是在對於這些的 你們還沒有結婚 還有另一半 可以做一些問題 好不好 那Edan謝謝 好 我今年的美獸 就是 我們男人要起來建造教會 我們男人要起來建造家庭 我覺得以馬利益順順 會好棒 剛剛那個 外面那個 是這邊嗎 那個喝飲料 那邊 男人是來建造教會的 男人是來建造東西的 我們每一個男人 是要來守護我們的家庭 這個社會告訴我們說 男人你就是應該 OK 當律師 當醫生 然後當那種 受人尊敬的職位 你什麼都不用做 什麼東西都花錢就好了 沒有 我們男人要來建造教會 我們男人要來建造教會 來去完成建造這個動作 世界上所有的建築物 艾德爾鐵塔 巴黎鐵塔 Uber Dam 每一條高速公路 每一根路燈 全部都是男人建造出來的 所以 教會很軟過 就是因為 現在的男人太多了 現在男人的行動 現在的行動 這樣 所以說 我們都能建造 我們要把 男人你要來帶領你的家庭 你要用勇氣來帶領你的家庭 為什麼我們會 為什麼學校會這麼的暢謊 我們剛剛討論到這些東西 很大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為這個社會缺乏父親 就算一個家庭有父親 父親也只是上岡而已 然後回家 離婦裡小孩 然後就是怎樣 我們如果說要建立一個 很鋼琴的時代的話 要建立一個教會的話 我們就是要建造我們的人 然後教會要幫助男人 建造教會 因為 男人是來建造教會的 不是建造 教會來建造 男孩 把男孩都給男人 然後男人要來建造教會 這是一個最正確的一個習慣 我們要來建造男孩 可以有好的教會 好 指妹妹要參與嗎 這是我 對 女人要來選擇好的男人 對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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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好男人 跟你們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的 如果你們喜歡好男人的話 好男人就會變多 如果你們喜歡好男人 你懂 你懂 那樣子的男人就會變多 男人會用著你們的喜好 這個是有點像淘汰那個樣子 所以說 原色不同 對 女人們 對 女人們你們要 選擇好的男人 要鼓勵男人當好的人 不要再挑選 都能選擇很多女人 告訴你們的女兒 我聽到很多媽媽講說 幹嘛這個樣子 幹嘛這麼早結婚 幹嘛這麼多看看 有媽媽這樣說過的請舉手 不用舉手 但是 很多媽媽都這樣說 你確定嗎 多看看 你上大學 玩一玩沒關係 不要懷孕就好 我聽到媽媽這樣講的時候 你跟我去同一個教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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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不敢相信 會有這個樣子 的媽媽 去見自己的女兒 多看看 多玩玩 不要懷孕就好 很多負責任 很可怕 然後就不會有任 多難認 多看看多玩玩 不管你懷孕就好 所以說 我們 呃 女人們 要非常的 好好教訓自己的女兒 身體的家庭觀 或者是哪個叫女人也要有 才能叫做人 是不是 這個女人需要做什麼 我 我 就是作為單身這個部分來講 那有家庭 我知道 有小孩 家庭的生活 就會變得很忙碌 但是我作為一個單身認識 我知道 其實我有 很多的 時間 去讓我自己變得更好 這個是目前的 因為我沒有小孩 所以我又需要什麼 半夜起來 餵奶呀 禮拜天把它送到 禮拜六送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 然後 不用什麼 花錢陪老公 其實我自己 有很多的時間 都是我自己的 那麼我可以決定 我的時間 要用來做什麼 還是那句話 書文裡面告訴我們說 要 愛惜光明 因為現在的 是在邪惡 愛惜光明 愛惜光明 我們很多時候 呃 不要 花太多時間 放在地上這些 不能遲到永恆的事情 我們現在 趕快 抓緊時間 做 能夠遲到 永恆的事情 做 很為喜悦的事情 見到我們自己 然後在膠固裡面服侍 然後去 做 社理藥物做的事情 我 過去這幾年 我跟社理 摔跤摔得多了 就是 原來的時候 很不適服 就是他給我感動說 要我去做什麼 我就 欸欸欸 我就是假裝悲情劍 我就哭不悦 一罐行李 那個 我跟他說快遲 快遲 但是最近幾年 慢慢學著 順復 因為我很懶 我很懶 我同時希望說 可不可以有睡懶覺的時間 你覺得 終於到中國 這麼忙的是吧 我比別人都忙很多了 我禮拜六禮拜天 我禮拜天一整天都在教會 是不是 還要音鳳 然後我還要管 什麼飯食 我又要脫地 我什麼東西都要幹 然後我禮拜六 我就是唯一一天可以休息的時候 但是聖靈去我的屁股 說不要 你要出去給我走道 你要去墮胎人所 你要早上起來 去墮胎人所門口 給我走道 你要去那裡吹號著 聖靈去我的屁股 到後來我就 沒有辦法 我就順序在神面前 我說好 你叫我去我就去 所以我想說 這個是我現在可以去做的 順復的事情 就是我不浪费 我盡量 我現在有的時候 還會穿主題 但是我知道這是不好的習慣 但是我盡量 把我自己的時間 用在神 叫我去做的事情上面 不管是呼吸也好 打告也好 靈修也好 傳呼音也好 去講 聖靈家人也好 其實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太多了 所以如果小時候 還是擔心的人 其實你看看你 你可以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多 所以抓住你的時間 坐在能夠存到 永恆的事情上面 坐在永生神的面前 花手機 永生神不喜悅 你做其他的事情 神不喜悅 做神喜悅的事情 而且盡量每一步 都做在能力 我想 我們屬於生命會長天分 神會為我們補償 謝謝 哇 真的 畫為行動 最主要就是我們 聽了之後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我們能夠 跟上次的行動 要走起來 好 那最後我們就進入選舉 就是 通過招我們 謝謝AMU上面 準備一個招牌人包 幫我們介紹一下 所以我們知道 很多人 不知道要選什麼 我看得來 我也覺得 畫上名字 他老師提案 不過我們謝謝他們 我們真的分析 好不好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他們的選舉 懶人包 這確實是他做的 然後他非常非常厲害 花非常多的時間 我們就要實際交給大家 好 這個選舉懶人包 我一會兒把鏈接發給 你可以發給大家 那麼現在我們的選舉懶人包 主要是針對加州的 加州的 然後就是一個網址 很簡單的 你點進去 你是男加州的 還是北加州的 好 不是說我是男加州的 然後男加州之後 你再點進去 它裡面就會有幾個欄 比如說 你要看縣的選舉指南 還是你要看 某一個城市的選舉指南 那麼現在城市的選舉指南 還在陸續更新當中 但是在南加州四個大縣 就我們這邊 洛杉磯 County 然後San Bernardino County Orange County 還有Riverside County 這四個county的 選舉指南已經在上面了 但是上面的話 可能會缺少一些 很本地的那種local的 選舉的職位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去下面 有一個南加州各城市 你點進去 看選舉指南有沒有 如果說你要是缺什麼 如果說你的不在上面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請告訴故事 然後轉發給我們 我現在都很願意去做這些答案 我很願意去把那些候選人 按一個研究 然後可以讓我們 能夠做出比較正確的選擇 很多的時候 並不是說選一個候選人 並不是說因為他真的好棒啊 他真是屬神的精靈 很多時候其實是因為 另外一個太糟糕 所以我們不要讓那個太糟糕的上去 我們避免更糟糕的情況發生 所以我們就說OK 雖然你沒那麼好 但是你也比那個最壞的要好一點 所以我就讓你上去 所以在這裡也鼓勵大家 如果說大家有這樣的感受的話 其實我們教會 很多時候很難過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選舉裡面 你就看到這兩個職位 就說哇這兩個人怎麼 怎麼都 怎麼都那樣了 這兩個都好糟糕啊 每次這樣的時候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有教會的人出來去參選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的選舉會變得簡單很多 你會知道說 噢這個人很棒 他是我的地形選擇 所以如果要是你有這樣的呼召的話 或者是提出 哎呦我聽了這個我感受 我內心火熱 千萬不要抗拒聖明的感度 從現在開始就裝備自己 英文裝備起來 那個美國憲法裝備起來 加入憲法裝備起來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 跟神之間的關係 對神話以後 對聲明最敏感的程度 這些東西都裝備起來的話 如果神說 好你去 對吧 你可以去選Temple City的試議會 或者去選Temple City的什麼 這個學校的組織會 如果你們哪天 收到神的護照 來找我們 我們來幫你們試看 哈哈 好 真的謝謝你們的寶貴的時間 我知道他們也很忙 他們要不知道 錄製節目他們 還有事工 他們自己在教會 我就是參與 我就是覺得 他們願意來到我們當中 陪伴我們 那我相信 這是我們一起需要去守護的 那我們知道 世界會黑暗 那是因為我們 我們把光 戰線 戰盪出來 來求是很保守我們 那繼續為整個 這2024年的大學 我們只剩下不到15天 差不多十幾天 差不多十幾天 差不多十七天左右 對 所以我們要繼續為這個 這個局勢報告 不過你剛報告我們那個 昨天兩天前 決定那個 覺得可惡喔 所以我們那個 兩天前說 那兩天 美軍不能對自己的 內地的熱情 因為其實這個 我也是剛才 欸 我覺得這個 好像有點兒熱 那個 很讓你 好 我再說 那我們就做好 我們做的義務 我們不能什麼 我們都不做 我們不能躺在那邊 走完去做 我們做完我們應該做的 如果真的 祝福說 太好了 我們就只能是 順處他的行李 可是至少我們是做一個 良善重心的管家 不是把錢 買在那裡 因為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那個 背責背的那一切 那是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怕背責背 怕拿出去背夾 背脫 或是怎麼樣的衝突 或什麼的 就是我們不要這樣子 的一個心態 好不好 所以你們 你看 好 我們最後我們就一起 來做一個禱告好不好 好 一樣我請查理布施 好不好 然後查理布施 兩位前面我們 為 為 為 AINews 祝福我們兩個明星人 在一起 一些 那 弟兄姊妹 我們 鼓勵你們 成功 Subscribe他們的Youtube頻道 謝謝 嗨 還謝謝 兩位祝福 把AINews 在一個 投降 我們 在這個世代 他們能夠站出來 不能給年輕人 我們 感謝他們今天來給我們 回到聖經 來看這個世界 這是人的世界 我們今天來討論 故神 再次感謝你 不管在這個世代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你先請你自己 和 你心裡的 氣餅 在 這樣的事態當中 來進行為一個花光 所以我們為了這個團體來感謝 雖然 雖然你們多辛苦 但是 你讓我們足夠的能力 跟信心 激情 激情地往前走 他們活在你 為我們彷徨 因為神 你就是我們彷徨 在做一遍 由你來主持 我們 這世界的歷史 我們有信心 祝你 你繼續 會在 完成你的心理正式上 我們感謝 尤其我們會特別 來為了這一個 美國這次的大集團 祷告 祝阿 啃求祝你 祝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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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